我們事後回想,我們覺得整個送醫流程 充滿了荒謬 所以119我們打了四通 192打了兩通 5點58或59分是我們第一通 進線119的時候 我們跟他說明了小寶子的狀況是什麼 然後要求緊急就業協助 他們當下說要聯絡衛生局 請我們等待 6點09分 我們可能又撥打了第二次 再問說119什麼時候要到 他們告訴我們說還在聯絡 到7點 7點 我小寶就是有所謂的抽去 那是叫抽搐 已經先是肌肉僵硬 到7點是瘋狂的抽搐走動 地通撥通之後 為什麼到7點20分 救護車才有辦法到達我的家裡 這個時間算起來實在很漫長 中間81分鐘的等待 我真的很想知道 這中間政府很像聯繫 是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努力 我也想要透過真相 來安慰我天上的小寶 基本上我們夫妻康復以後 我們一直想要為我們家的小寶貝 多做一些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事後回想 我們覺得整個送醫流程 充滿了荒謬 就是讓我們很無助 那針對我們後面 我們找到的通電紀錄 我們夫妻把指尖點對了一下 我們確認我們沒有遺漏任何一通 或任何一刻 我們可以搶救我們小寶生命的求救電話 所以我只是把這些求救的紀錄 我們知道的通電時間 針對1922或針對新北市政府的部分 我們請求他們提供我們夫妻 對於這些單位的求助的通電 能夠讓他真相被還原 我們想要回放當時候我們的通話錄音的內容 我們也想要知道說 他在接受了我們夫妻雙方分別的電話求救之後 他們自己的內部的橫向聯繫 政府公部門之間的橫向聯繫 是怎麼做的 可以讓我們的小寶 從我的第一通 我從小知道的119 就是最危急的關鍵時刻的救命專線 第一通播通之後 為什麼到7點20分 救護車 才有辦法到達我的家裡 來 這個時間算起來 實在很漫長 中間81分鐘的等待 我真的很想知道 這中間政府的橫向聯繫 是做了什麼事情 做了什麼努力 我知道 即使我現在查出了所有的真相 我的小寶 他在天上 他不會回到我們家 可是 這可以幫助我們 真相可以幫助我們 治癒我們夫妻的心靈 治癒我受傷的很大一個窟窿 這是我想要表達的事情 我現在 我不知道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所以我只是想要訴求的是 我要真相 我們夫妻有打過的電話 任何一通跟政府公家機關單位的電話 都請幫助我 能夠依照我們的請求 還原現場 不管是通話的文字記錄 通話的錄音 請政府單位都提供給我們 我們更想知道 在4月14號 全台灣 840例 確診的狀況下 新北市360例 跟現在疫情每天是8、9萬 昨天可能是7萬 這個疫情規模等級差太多 那 我們在很早的4月14號 為什麼我們小寶 沒辦法得到 妥當的醫療後送的機制 我不太懂這個環節 是哪裡出問題 所以我只想要先知道真相 有了真相 我們才能再來離心辭任 想問一下 因為當時 其實知道說好像 林爸爸的家是住在這個附近 那是不是其實在這個 就義上面有一些困難 還是什麼樣的原因 才導致說 媽媽沒有辦法自己親自來這邊 對 我的背景是 我前一天確診 我在新竹的處所隔離 那只有 我的老婆很辛苦的照顧 兩個小朋友 我兩個小朋友 在14號當天分別確診 那發高燒 其實整件事情 一開始是我女兒的症狀先出來 我女兒在13號晚上就先發燒 我小寶是在凌晨3、4點才開始發高燒 那到下午4點多的時候 我女兒先吐 我小寶那時候都還只是在睡覺 是媽媽處理完我的大寶貝女兒 她吐的問題 然後幫她驚咬之後 我一直在跟她視訊 在關心我兩個小朋友的狀況 那到了5點出頭 我覺得應該說 我們在視訊過程中 我看到小寶 欸為什麼她怎麼一直在睡覺 都還沒有起來 我請我老婆 去把她叫醒 那叫醒之後 我小寶的確有醒 可是她的意思是 不是很好 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活動力已經低到 你覺得 你不去 持續喊著她的名字 她會繼續 昏昏就是倒下去 那 在確診的當下 我老婆其實也在發高燒 我女兒剛發高燒吐完 身體重後也很差 那 我兒子 也是在 要昏迷中 我當下 我們當下想到的是 我 我趕快打電話求助啊 我打 打給地方衛生所 我是中和 我打給中和衛生所 我電話打不通 我打三中打不通 我打給19222 那通報完 我們這幾分鐘 還是不行 到快接近六年的時候 我小寶真的是 意識不佳 開始叫不太起來了 她是 沒辦法忍受 她就是要繼續趴下去 我們覺得不行 我請媽媽趕快打119 在這種 一個女生 一個女人 自己發高燒 身體不舒服 又帶著兩個寶貝的狀況下 我當然只知道 我從小大受到的就是 緊急狀況就是叫119 哪怕我今天是車禍 倒在醫院門口 你要叫我爬上去急診室嗎 我只能打電話打給119 那因為他們後續的解釋是說 因為其實 當時他們是依照這個狀況指引 只要求說 必須要經過這層層的確認等等 才有辦法 釀這個孩子就醫 這個是消防局以及衛生局 衛生局說他們將會全面檢討 那對於這樣子的 因為是因為礙於法規等等的狀態 才導致於這種 81分鐘跟91分鐘這個事情 你自己可以接受這樣子的回應嗎 我身為 一個深愛我小寶的爸爸 我一定不能接受 我請問各位 如果大家有同理心或有小孩子 你們可以接受政府這樣說法 一定是不行嘛 所以我現在想要知道是真相 我緊急的生命關頭 我們明確跟119表達了 我小寶昏迷 意識不佳 叫不太醒 然後到後面一些身體肌肉僵硬 然後甚至到快接近7點鐘 開始抽搐 肌肉型抽搐 這些學理名字也都是因為 這一個多月的休養 後面可能台灣有更多 Omicron接近腦炎的病患 醫師們 小學科醫師們 整理出來這些八大前進生 我每次看到電視報導 每次看到那些病頭 他們這些症狀 全部都發生在我小寶的先驅症狀裡面 我看到了 我都非常的心疼 自責 為什麼我們的學理知識不夠 我們沒有在第一時間 就趕快跟政府單位 或想盡辦法說119還能聯絡到誰 去趕快去表達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 我現在覺得這個很遺憾 我很自責 就是說 自發到現在一個多月 那爸爸今天才發出貼文 再度的喊滑 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是因為 中央跟地方 目前都沒有給你一個活動嗎 我先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夫妻包含我的大女兒 我們在5月初 才解隔 因為那時候適用於10加期 我們才解隔 解隔完之後 大家知道我小寶是COVID-19的確診病患 那在離世當天 其實他就一個孤零零坐著禮 坐著禮車的車 就離開雙兒去羽化了 我們沒有辦法親自送他 事後我請我的家人 我的姐姐 我的姐夫 先幫我小寶 接回我的老家 所以我們出院以後 我們非常的心急 想要先給我的小寶溫暖 我要先去看看他 然後想要幫他 小天使在這個世界上 最後一段路 我們希望能幫他做更多 想更多 所以我先求助教會的朋友 我們先幫他辦了追思禮拜 三丈禮拜 這些事情都做完之後 我自己還是要工作 我還是要整理我的心情 我要先沈定我的思慮 所以中間 我不要說隔了這麼多久 我也不是 我就是我覺得我準備好了 我把我的脈絡 跟我老婆的通年紀錄 我們都查清楚了 我確認我們雙方真的 在那個當下 我們都做了努力 我也窮盡了我們 那時候知道的求救的辦法 一切都做了 我們還是得不到真相 所以我才想要請 全國的民眾 或者是 謝謝你們這些媒體記者的採訪 來幫助我們發聲 這是我想要的目的 我只想要的真相 有了真相 責任 我們再來追究 先告訴我 還原我 當下我們求救的時候 這些公部門之間的 聯絡機制 跟橫向機制是什麼 他們做了什麼努力 我知道大家在疫情之下 大家一定都很努力的 想盡辦法要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可是很讓我不解的是 四月十四號全台灣就是 八百多例 新北市三百六十例 那為什麼我小寶 在當時的理論上 醫療資源充裕的狀況下 或是政府 機關的公部門 還沒有這麼忙碌之語 為什麼我們家還會 遭受到這樣的狀況 這是我想要知道的真相 我也想要透過真相 來安慰我天上的小寶 也安慰我們全家的心靈 讓我們心能夠平靜下來 為了我們小寶 在好好堅強的生活下去 因為我還有一個大寶姐姐 我的大寶姐姐也受到很大的衝擊 第一個 五點半之後 我第一個知道的是 我要打給綜合衛生室 綜合衛生室我連續打了三通 打不通 我知道慘了 公務員可能下班了 或是他們有救命專線 可是被戰線了 這時候我想到的是 因為小寶那時候醫次不佳 應該說以我跟我老婆的倉理判斷 還沒有到需要緊急119 我們只是想要當晚要趕快入院 所以我先打192求助 所以第一通打192 想了快20分鐘 登記在案之後 到了接近五點 小寶意識不佳 是叫著他 他就是會貪軟倒下去 他沒辦法再坐在媽媽的懷裡 我們就只能緊急打119 所以 5點58或59分 是我們第一通 進線119的時候 我們跟他說明小寶的狀況是甚麼 然後要求緊急就業協助 那當下 因為119 知道我們小寶是確診的病人 我老婆小孩是確診的病人 他們當下說要聯絡衛生局 請我們等待 沒辦法告訴我們明確拍車時間 或他們出勤的時間 好我們等 到了 6點09分 我們可能又拖打第二次 再問 119甚麼時候到 他們告訴我說還在聯絡 我不知道他們在聯絡誰 那 中間後來他們有一些回撥的電話 可是 也是沒辦法明確告訴我們 這輛車到達了10點 到了7點 7點 我小寶就是有所謂的抽去 那是叫抽搐 已經先是肌肉僵硬 到7點是瘋狂的抽搐抖 那 那狀況是我在鏡頭面前 我看到我都不知道怎麼做的 7點11萬五就打 為什麼救護車還沒有到 所以 最後到7點20 我終於聽到救護車 我在視訊裡面 聽到救護車的聲音 到達我家了 交往原來敲門 所以119我們打了4桶 1192打了2桶 綜合衛生索 我5點半 開始打 前面3桶打不通 我就完全放棄希望 因為我只知道 我能信靠就是 1192跟119 119是我的救命人 那根稻草 謝謝 3 1193 1193 220 520 感谢观看